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从吃的方面 从这个生活隐居方面 我们如何能够防范一些 中暑的原因是什么呀 是热 热完以后呢 它又一直是那种 大汗淋漓地闹啊 耍啊 玩又没有及时地补充液体 所以它就发生了这样的中暑 所以我们预防肯定是 一个是不能让宝宝在 这个很热的环境下 去玩耍 时间过久 而且要及时给它补充水分 是吃那种人丹 我们小时候都有 一个那个小瓶对吧 一推开 一粒一粒 红色的 这个宝宝吃 其实它本身不是一个什么病 说我中暑了 就是一个环境造成的 这样一种情况 那我们不用药物现在 因为是药三分毒 有很多的药物吃了以后 可能反而对它造成一些伤害 除非它中暑了以后 发生了其他的合并症 中暑以后发生了严重的脱水 或者是其他的合并的一些其他 那这时候需要医生来判断 那如果脱水了 不能通过口鼓补 一补就吐出来 那可能需要静脉骨充 那这时候它是需要来判定它的病情 而不是说我们一看中暑了 给宝宝灌一点火香蒸气吧 给宝宝灌一点人丹嘛 不要这样 而且两岁以下的孩子 也不能喝这个火香蒸气 其实我们建议就是 六岁以下的孩子 尽量不要这个盲目地去吃中药 因为中药的成分 我们并不知道它具体的 就是含有什么 而哪个成分是不能这么大的孩子吃的 宝爸宝妈们 掌握宝宝中暑的表现十分重要 在炎热的环境下 如果孩子大量出汗哭闹 这都是中暑的前兆 爸爸妈妈要提高警惕了 当孩子出现体温升高 没精神 发妮呕吐 脸色发白 可能预示着宝宝中暑了 这时你必须立即把宝宝转移到通风 阴凉干燥的地方 如走廊树荫下 适当地给宝宝补充水分 也可以适量地补充口服补业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